17岁那年的雨季 能够哼唱出17岁那年的雨季的 是不是很明显的暴露了年龄呢 这首歌对于林志颖来说很有代表性 也是她的成名作 小智当年还是偏偏少年 时过境迁林志颖现在已经年过40 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事业也蒸蒸日上 岁月变迁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她的容颜 令人惊叹无比 然而长得帅演技好还会唱歌的人 往往技能也多 林志颖是台湾第一位 受薪职业赛车手及成功的企业家 拥有自己的车队平坐车队 并活跃于各个领域 十分喜爱跑车的林志颖拥有各种豪车 快要可以举办个车展了 从法拉利兰博基尼保时捷 到汉马福特哈雷 各个都超乎寻常人的想象 此外奔驰麦凯伦宾利宝马的各种车型数不胜数 能够收藏这么多豪车 其经济能力可见一斑 爱车程度更是接近痴迷 它最贵的一辆跑车是兰博基尼Vanino 敞篷版 这款车非常罕见 全球只有9台 价值1.12亿 搭载了6.5升V12发动机 最快速度 可达每小时355公里 驾驭它还是很考验技术的 但是有一点一旦遇到下雨天 驾驶员就会被淋 车内也会进水 原来酷炫的背后藏着这样简单的弊端 但是拥有这样跑车的人 出门应该会关注天气吧 如果突然下雨 那赶快以300的速度跑回家呀 虽然豪车有缺点 但还是阻挡不住人们的喜爱 像林志颖这样开挂的人生 小编也只能去羡慕了